洋洋的这股妖风终究还是刮到了赵丽颖身上 近日大勋花凭借一个男恩号大红大紫 出场仅九分钟就让无数人为之着迷 为了这一天大勋花足足花了十五年 只是成也红败也红 演技太过出色以至于抢了男主的风头 按照制作方的预想 洋洋会因为这部剧再次爆红 可实际情况是 洋洋在被黑的道路上一黑再黑 不起眼的大勋花一红再红 于是为了让事情按照他们的想法走下去 制作方将大勋花禁言 何为禁言 禁止搜索 禁止迁道 禁止敏感文字 而这也就意味着她无法为自己宣传 随后蝴蝶效应发生了 银宝也被网友扒出 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 不同的是 大勋花被禁言人尽皆知 她被禁言无一人知晓 直到舆论欲言欲裂 这一消息才被曝光 一时间舆论哗然 禁言公认的好演员 照解食材 博产剧是专门防暴的吗 然而深度了解后发现 事情并非我们所想的那般 因忧尽忧 本意是为了保护剧本 以免故事被提前泄露 作为故事中心人物 隐保有义务保护创作的秘密 于是剧组这才实行了临时禁言的政策 重要的是 这个政策并不是刻意针对某一个人 而是应用于整个剧组的成员 总结一句话 银宝被禁言和大勋化不是一个概念 并不是所谓的阴谋论 只是剧组为了保护作品 所采取的一种措施 为什么一点小事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呢 究其原因无非是银宝太红了 红到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它就会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人生的前三十岁拼的是能力 三十岁后拼的是心态 这句话正是引爆人生的真实写照 前段时间 他在白玉兰事后中 抱冷输给了吴越 三次提名 三次陪跑 观众一难评 替他感到不值 可出乎意料 他只留下了三个字 继续跑 格局大小高下立判 没能夺奖不代表他不行 也有可能他是太行了 因为红所欲白玉兰需要他的热度 因为他有实力 所以哪怕三次提名也没有人质疑 他需要他 但他不需要他 因为他本身就很强 以一己之力扭转大众对圆脸的刻板印象 在导演心中 圆脸是不大气的存在 因此选角的时候 他们总会挑选 看起来就像让人保护的鹅蛋脸 所以你看 引爆之前没有圆脸出演女主 都只是被分配文路人甲士兵蚁的角色 再加上没有背景没有资源 就只能从龙套演员做起 而这一作就是五年 换作是常人 早已坚持不下去 可他不认命 一条路走到黑 不管角色大小 不管台词多少 只要他接下了 就会认真对待 日复一日的磨练 他的演技有了提升 终于在跑了七年龙套后 他迎来了出人头地之日 一部路真传奇 将他推上了流量宝座 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女主角 不同于之前的无人关注 这部剧是无前例的火爆 让引爆三个字 红遍了大江南北 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也就全部都知道了 张眼不停 戴眼不断 终于他出人头地 用自身的实力证明了 脸不重要 实力才是硬道理 人红心飘 和引爆却一如既往 标准甚至不降反高 当其他流量小声 为图省事 抠图念数字 而被斥责之时 他却是因为打戏 拒绝用替身而摔伤 我可以用行动的力量 战胜一切 我可以做给你看 用作品说话 如今看来他做到了 曾经受的苦 在这一刻成为了 捧他上宝座的天梯 引爆一个真真正正的好演员 只可惜优秀如他 也有被人诟病的地方 身材 近日引爆出席 老某品牌活动 皮肤白皙 曲线迷人 搭配吊带小白裙 一瓶一笑都风情万种 人到中年状态依旧这么好 本该令人赞叹 可没有想到 网友最先关注的 却是他的胸 没有胸 没有屁股 也没有腰臀 眼光挑剔 但事实是 脚影从来都不是靠身材出圈 他的实力有目共睹 演起戏来 手拿靶架 以身材搏眼球 完全不治愈 但是总会有一些不善的目光看着他 他大胆尝试新造型 镂空的亮片裙 将他的腰线展现得淋漓精致 评论区不是夸赞 而是缝刺 飞机场太难看 他去片场赶工 有网友故意把他和助理同行的截图保存 并进行对比 随后恶趣味地说 他羡慕不来助理是他的好几位 演员不是偶像 不需要完美的身材和脸蛋 有实力有演技 就是对他最好的认证 讽刺的是 如今演员的作品话题性 竟然还没有身材的话题性高 可笑啊可悲 更让人气愤的是 还有很多和银宝一样的受害者 七微拍摄内衣广告被网友质疑 明明胸不大 还要代言文胸的广告 胸小是错 胸大也是错 于书欣为宣传作品 穿着内衣拍摄了一支广告 结果视频刚一发出 评论区就被恶评淹没了 柳妍美貌及才华于一身 但大众单单对他的胸感兴趣 每每提起他都会讽刺他靠胸上位 危险的是歧视 不过更危险的是整个社会对女性的侮辱 细节也好特征也罢 哪怕你做了一个无心的举动都会被贴上一个不堪入目的标签 疫情期间支援者顶着寒风采集了无数核酸样本 如此大意本该令人敬佩 却因为化了妆被恶意重伤 被骂作秀被嘲笑核酸员 华东师大女硕士 欧心沥血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却因染了粉发被网友口诛笔伐 黑酒女夜店舞女红毛怪 骂得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 他也尝试过自救 卸载各种软件 努力让自己不去看这些恶评 可根本没有用 最终他因为抑郁离世 还记得那个因快递被造谣出轨的女士吗 幸运的是他靠着努力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不幸的是 即使自证清白也没有能逃过网报 被害者饱受心理身体的双重折磨 加害者呢 丢下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就归于人海 艾美本是女性独有的魅力 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她竟成为了女性的原罪 这个世界对女性有太多恶意 即便你做得再好 她们也有话来规劝你 所以怎么办呢 勇敢反击 做什么穿什么 都是我们自己的事 无需别人插手 因为比起别人的肯定 大胆做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